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 题目是保罗继续宣教的旅程 《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二节 到加留做亚盖亚方驳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说 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保罗刚要开口 加留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 如果是为冤枉或坚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 明目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吧 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撵出公堂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 在堂前打他 这些事加留都不管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 把基拉养基拉也和他们同去 因为许过愿 就在尖阁里剪了头发 在这里的这一段经文 可以说是述说了保罗旅行步道的常见事情 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又六个月 想必这段期间也建立了教会 可能还很兴旺 当教会兴旺到一个程度 就引起了犹太人的妒忌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要联手来害他 把他告到官府里去 他们把他告到亚该亚省的方伯那里去 当时有一个新的方伯名叫加留 从他处理这个诉讼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政府基本上对于这些宗教纠纷的态度 前面我们看到地方官员可能很容易被犹太人给蛊惑了 一听说保罗传有另外一个网就紧张了 但是这个方伯就没有那么容易的被他人所利用 可能是保罗已经知道该如何对答 或者说是加留搞清楚了这些基督徒口中的王 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王 那么这些事就是纯粹的宗教斗争 结果当犹太人拉着保罗到公堂 第一句话就露线 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这个律法和神不都是犹太人的吗 你们这些犹太人啊 本身都是外来人种在我罗马帝国的领土上 还自己窝里斗 你们自己斗也就算了 还把我这个罗马的方驳 括号 神掌都给牵扯进来 那你们真是不知所谓 于是告诉他们 你们自己去办吧 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 这个宣布就成了反噬告保罗那些犹太人的触击 因为犹太人排斥保罗 但是犹太人本身在罗马帝国里面 又是被排斥的 我们在十八章的一开始还说到 罗马皇帝下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意大利 可见这种排斥情绪的真实 在哥林多这里 虽然犹太人是可以居住的 但是一般人民还是不喜欢他们 这个时候看见犹太人在控诉保罗失败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 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并不是在前面所说的管会堂的基利师部 因为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 想必这个索提尼便是接替基利师部的后任 这个来控告人的犹太人 还是管会堂的犹太人在公堂前被打 这件事加留都不管 如果说索提尼控告保罗是宗教纠纷 那众人在公堂上打人 那可是一个刑事案件 但是方博都不管 这就是加留巧妙的利用人心了 叫这些犹太人往后再也不敢为这种事来到公堂 控告保罗犹太人被驳回了 还被众人打了 那么以后还有什么人敢再来控告保罗呢 所以保罗岂不是可以在哥林多高枕无忧的吗 这也不一定 明面上的路子走不通 官府不可再被利用 那么有没有可能犹太人会以后采取什么暗中的做法呢 这是有可能的 因此保罗在这件公堂的事件后 还是在哥林多教会又住了一段日子 在主的意象中告诉他 不要怕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并没有人下手害你 保罗在哥林多的日子总是平安的 当然平安是很好的 但是除了哥林多之外 还有许多许多的地方没有人将道船过去 因此保罗还是要启程 这次他要经由海陆从地中海走回城去 要往以色列的北边的叙利亚去 并且这一次还有百吉拉以及亚居拉与他同行 看来保罗可以留在哥林多 继续享受建造起来的教会 但是对于福音有亏欠感 又让他继续齐行 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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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